画面中机车骑士一个重心不稳滑倒在地 幸好当时旁边的车辆正在等红绿灯 没有造成重大伤害 而这是发生在这个月月初的事件 民众将行车记录器画面PO上网 更让大家看到在下雨天路边的水沟盖 变成了机车骑士杀手 因此就有热心民众在得知之后 便号召三五好友 这套腰包买了大捆的工业用纸滑条 到事发地点将光滑的水沟盖表面贴上纸滑 确保不会再有歧视因此而跌倒 有人跌倒 看到影片我们就要去跟车友的 我们也是把车友一起去贴 晚上去贴纸滑条 你就是花了多久之间去贴 差不多一两个小时以上 就慢慢一段一段贴 因为它那个水沟盖不是像说很大片的 是那种细细的 然后就要剪 又要一盒一盒这样一直贴 对啊 这里就是位在弹津公路 往台北方向的加油站前方 由于台二线正在进行捷运轻轨工程 所以整条路段 从原本三线道缩减成两线道 让车流量大的道路变得更加拥挤 因此许多机车骑士才会被迫骑到水沟盖上面 而这一位热心民众王先生其实是一间索航老板 因为他的亲戚曾经骑机车滑倒因而过世 所以看到脸书po文之后 决定自己来帮机车族的安全把关 因为我之前我堂哥就是因为骑摩托车 跌倒被游览车碾过去 所以我觉得说希望不要人再跌倒 我们陆陆续续还会去做补销 我之后还会用那个什么黄色的防滑条 比较清楚的 比较好 因为之前不知道 对对就有那种像那种黄色那种 对那种防滑条 我们都买好了 就是陆陆续续续 我们都会去 我差不多 因为我每天都会经过那边去开锁 所以我都会去寻 假如说没有 我们就晚上会跟车友 都会去补补补 这一位王先生平常也是骑着机车 到处帮客户处理开锁的问题 而对于机车族的危险 本身更是有不少的经验 虽然当时一贴就是两三个小时 不时还得要同伴帮忙看顾来往的车辆 说辛苦他也认为值得 而王先生表示 前几天还特别去加强纸滑条 现在更买了一捆黄色的纸滑条 以便在夜间提醒 为的就是要让机车骑士 有更安全的道路 别再有下一位的受害者 记得喜欢异弹水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